我们今天需要一个很特别的任务 看一群很有为的年轻人 今天这个project很特别 也是希望可以得到大家的支持 叫做project hastings 是而且他们全部都是一群 我们温哥华本地的中学生 创立然后一起来做的一个 非盈利的慈善机构 然后今天呢 我跟Jessica嘉怡 我们就会一起来跟他们做慈善 我在前一天呢 就有先跟他们一起来做三明治 我们进去看一下 其实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在温哥华 就是我们的街友的状况 我们大家住这边都知道 我们既然是一个communication 我们就要一起来把这个事情处理好 那么今天我们就带大家去看一下黑醒 然后去帮助他们 我们要充满正能量 我们请问一下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们的project hastings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我们这个project hastings是由我们某些众学生创造的一个非盈利的组织 主要是用于给当场一赛的一些需要帮助的人 发放一些物资 平时的生活用品 非常感谢曾经姐真的对我们帮助 对 那每次给的东西都差不多了 每次给的东西不是完全一样 我们会根据不一样的情况天气 或者各种外界因素来决定我们会快发行 然后谢谢三家不同的餐馆 就是让我们募集了80个便当 但是怎么会有这个构思想要做project hastings呢 我们当时就聊天 聊到了这种话题 再加上我们现在还在中学生 没有学业没有那么繁忙 有着大把的精力去实现创造 所以我们借此这种机会 不仅仅给他们拍发东西 也给了更多中学生的一次机会让他们来体验 让他们知道目前的这个社会的一个社会状况 对 你们这样子跟下来你们已经来几次了 我应该算是第四次了 第四次那你们一开始来会怕吗 其实一开始来会有一点 但是就人很多嘛 大家一起然后也都会一起发东西 然后一起问然后就不会很害怕 其实我们这样一路走下来啊 有发现他们其实都还蛮friendly的 都会一直跟大家说 谢谢谢谢你们真的很好 谢谢你们做这些事情 所以其实真的也要就是 替所有的在温哥华的朋友们 谢谢你们做这些事情 今天最大的感想的应该是我们一路这样经过非常多的人 我想要说的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真的不可以去去judge人家 因为人家背后的故事我们并不知道 其实在温哥华的我们也真的是非常谢谢这一群非常善心 虽然年纪非常小 但他们有着大大善心的这些中学生 Project Hastings 那也是希望可以透过温村生活姐姐说 介绍Project Hastings给大家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尽自己的一份力 不管你今天是想要来亲身跟他们一起来发放物资 或者是捐款啊资助啊赞助物资方面 或是食物方面呢都可以跟他们联络 那今天也是非常谢谢大家 我觉得今天真的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天 这个社会需要更多的善意 Kindness goes the long way 真的